今天我们的视频法继续来聊聊这个热门的手机游戏 是 这款游戏登陆本地已经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而引发的热潮是持续不退 到处可见到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拿着手机捉精灵 是的 那么也有灵里因为出现罕见的精灵 引致大批的人潮 让居民不胜其扰 同时有玩家为了捉精灵擅闯境地 甚至有人发生争执惊动的警方 而在另一方面 游戏热潮也带动了商业促销 有不少的商家就搭上了精灵顺风车 吸引消费者 那么这股几乎让全世界疯狂的手机游戏热 究竟折射出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呢 我们今天朋友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本地知名艺人 陈志才 志才大哥 你好 谢谢 以及时事评论员林一鸣 李银帮你 你好 到我们现场来参与讨论 首先 志才 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 你觉得它最大的吸引力在哪 你有玩吗 我其实本身没玩 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是一种演变 我们小时候喜欢抓蜘蛛 那么日本人们可能喜欢抓甲虫 有些抓蟋蟀 羊蟋蟀 这是一种科技的演变 有的那个手机程序 他们就开始改写这种内容 比较不常玩 那太太 向云姐 有玩吗 向云有玩 我儿子都有玩 其实早在1995年 96年 我儿子大概四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Gameboy Nintendo就进来了 大家就很疯狂 那么孩子喜欢 当然身为家长 你就尽量满足他 就骂给他 不过早期呢 我不是直接的玩 我之所以享受那过程 是因为我们 我是间接的受益者 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周边产品不多 我们除了玩游戏呢 我们自己制作Pokedex 我们自己制作卡 我们享受那个成长的过程 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一个平台 而不是玩那个游戏 是 可是现在你照样可以通过这个 手机游戏来享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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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可能就是我本身 附加持 对了 我对玩游戏 手机游戏不是很热衷 一时所有的手机程序都不是 向云到了非常地热衷 孩子们 就变成一种共同的语言 我喜欢逛公园现在 我喜欢逛公园现在 他们抓紧你逛 他们不喜欢 他们觉得去公园 晒太阳很辛苦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共同的一个平台 我们很开心 那么看到很多陌生的朋友在一起抓 我们也是交换了 就变成一种社区活动 非常地好 非常地健康 谢谢 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组屋区 就是后港的组屋区在深夜的时分 就涌入大批的抓精灵的人潮 据了解大概有三百多个人聚集在组屋楼下喧闹 然后楼上的这个居民就非常地不满 还报警 一鸣大哥 听说你当天晚上也在现场 是吗 我实际上去那边一带的 就是那边有美食 所以 我不是去抓精灵 是 你看到那个场面 给你什么印象 当然我觉得吓到 因为我从来看到这么多人出现在那边 因为那边是一个很寂静的灵灵 你知道吗 平时真的没有什么人去的 是 所以你想 这个游戏本身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可以动员那个人潮 这个不得了 游戏开发船 你看主动权在它的手上 它可以动员那个人潮 交通一片混乱 所以肯定会带来一些 就是这个安全上的一些隐忧 因为你想 它们站在路中间可以抓那个精灵 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 就是可能喘入一些地方 造成一些居民的不变等等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警方头痛的一个事情 是 另一方面 我知道在金文泰公民资讯委员会 他们官方的举办相关的活动 让居民玩游戏的过程进一步了解社区设施 两位觉得这两者的差异最大差异点在哪里 你想 这个是一个 我们讲谁可在舟亦可复舟 所以它是两面的 它有它的好处 你现在注意到社交媒体它们是一个小圈子的 像说我认识制裁的话 我才跟制裁有交流 可是这个新的游戏很有特色的 它就是你跟陌生人可以讲话的 因为你为了抓那个精灵 你可能当然碰到一个人 你说 这边有精灵什么 就开始谈话 开始结伴同行 对 这个你想有些人告诉我 其实它最近跟陌生人讲话的那个次数 跟它过去十年 降起来还多 对 它是一个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游戏 再说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程序 其实几年前就有 它是一个极限性 就是一个实况 真况 手机程序 几年前就有 但是一些流行不起来 基本上它找不到一个用途 现在经过的Pokemon这么红的一个主角 它就把它扩大了 变成一个草 然后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而且基本上我是觉得 因为这一批刚好流行的时候是 80年后 90年初的那批小朋友 现在长大了 它有一种怀旧感 他们进入社会有一点金钱能力 对不对 刚好是20年 大概20年 对不对 我的儿子都26岁 是20年 这个怀旧 而且加上手机程序 这个手机程序很简单 它层次很浅 每个人一懂容易精 就一起玩玩 但是它不生 感觉如果懂得玩得玩 会觉得这一次的那个Pokemon game 跟以前的Pokemon game 有点不一样 它当然要进步了 因为科技进步 就是一个很容易懂的 共同语言共同 但是它不深入 所以我是觉得它的费点 可能持续的不会很久 是 不说到人员自己交流 其实有多其实也有坏处 是 最近又因为争执而被警方逮捕 是 那个发生在施政大厦 对对对 就是可以说已经惹出了玩家 被捕的事件 那么另外还有玩家在晚上的时候 擅闯了禁地 就是星河园 因为去捉惊 然后就闹出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但有些国家其实针对这款游戏 是禁止的 不能登录的 其实要善加利用 对了 我们migrant游戏不要成迷就对了 而且你想我们新加坡是个法治之地 这点东西我相信政府现在要注意了 你想现在刚才我提到 因为这个游戏开发商竟然有动员人潮的能力 你想这个很多事情都有一些提示的 对对对 包括我们的防恐部队也紧张了 因为现在你看人群的聚集是无厘头的 之前你有聚可循 你可以说我在那边加强法案什么 现在突然间就多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一些事实控制 对 所以你想这个有很长远的一些考虑 我想我们政府一向来他们都会伸蒙远利 很快的你看到政府推出一些新的指导原则 什么什么的来管制这样的现象 那我相信肯定是会看到的 我相信都有了吧 因为Pokemon GO在之前都已经在其他国家登陆了 来到新加坡是隔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都已经做了调整 我们看到这个游戏 之所以现在成为热点很多人的讨论 是他有一个奇妙的 魔幻般的一个效果 很多人半夜会有涌到11点半还有地方拥挤 对 那么现在同样回过来还是要讲的青少年 制裁你的女儿要欧水针考试 是 他为什么他有疯狂的应该 他应该不太疯狂 他不太疯狂了 那为什么你有问过他 我很幸运这两个孩子 他们有玩 他们都有玩 他认识它是一个游戏 而他不沉迷 所以这是我感到侥幸的一点 对 这话说得很好 其实有的时候沉迷不沉迷 你真的还没有原因 没错 他真的很好玩 要不然没有这么多人沉迷 不用沸太多脑筋 但是其他的家长可能很伤脑筋 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通常我是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我不知道其他人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 我这几年都不敢去拍戏 我就想陪他们成长 他们一举一动 我都是想跟在身边 然后他们做什么东西 我就希望参与 是 就这样子 一鸣大哥你的孩子有玩吗 我的孩子有玩 但是不是很热衷 因为我们是一个奇怪的家庭 我们不是一个很热衷 玩手机游戏的一个家庭 比较特别 是 你觉得如果说现在去到 你看人家 去到一个学校 因为学校里面现在都 到处有什么精灵补给站 倒馆 你们觉得校方应该怎么做呢 校方已经放出警示了 说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 玩给我们抓到的话 他会删除你的那个 抓到的精灵 甚至删除 可以删除的 可以啊 可以删除账号 那个 就是他有一些 对 就是他有一些措施 所以小朋友或者是学生都知道 这个严重的后果 是吗 所以他们会是壳子 对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也是蛮好 他有些 我发现有些地点 他有他的那个简介 你到那个地方 你就觉得我稍微认识 原来我家这个东西 是有这么一个游来 是蛮不错的 如果我们可以三家利用这个优势 其实蛮好的 这是商家聪明的地方 是 一个是三家沟通 又要了解你的周边环境 对 大家 郭亮 以后搞不好就抓一人 抓一人 抓一人 Candy Crush 他们大概都是会有一期一年以上的 所以这个热潮也会 不过刚才志才提到了 这个AR的趋势 现在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AR的这个技术 还会衍生出更多种的游戏 所以接下来我相信就是 这个AR继续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我刚才讲说政府肯定会推出一些措施 来应对这个AR的发展 那是因为他知道 他看到了 可能未来10年 甚至是15年 20年 都会有AR的存在 所以他们就要很注重这一点 所以我讲到政府也会 现在也会看到 这个其实是个大生意 我们要怎么样掌握这样的一个良机 这是很重要 两点要注意 第一就是我们要 好多人真的要好好的改变他的思维 因为过去很多人都看不起动漫 动画漫画 如果你的孩子 很少人像志才这么好的 他的孩子送去专攻动画 很多孩子都希望说孩子做医生做律师 搞什么动画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政府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我们新加坡在基础设施 在技术上投资是很到位的 可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要考虑到的 虽然你是不是愿意把最好的人才 拿到他们 鼓励他们去搞动画呢 或者搞动漫的游戏开发呢 还是你继续要说他们 原本可以做行政官 律师 医生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才拿去搞 对 不然的话我们是搞不起来的 我真的是送你一口气 我之前还担心我送我孩子去一个 没有什么前途的行业 西洋工业 像没想到是朝阳工业 开发的工业 所以新加坡不是真的可以介绍 有点我就要说了 就是那个芬兰也差不多是500多万人狗 跟新加坡差不多一样 他们能够搞一个愤怒的小鸟 我们新加坡可不可以搞一个 快乐的鱼尾诗呢 也会搞嘛 没问题嘛 是吗 好 对 就看自财大哥的儿子去努力 快乐的鱼尾诗 谢谢两位的分享 孩子努力 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提出您的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约》 面部网友留言 《广乖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 别走开 我们回头见 再见